今天我们到一个大国人家来玩一下 这位大姐是这栋房子老祖人的后代 她家是以前的一个大户 典型的观光之家 我们现在让大姐来跟我们说一下 她家房子的一些结构和建筑一些知识点 大姐你介绍一下 然后你先到我们家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看我们家都是八字门楼的 那八字门楼代表的就是官家的民地 然后呢它最主要一个特色就是这个门楼 门楼呢我们家的这个门楼啊 跟一般人家的也不相同 它一共有九层 九层砖雕 而且上面每一层砖雕啊 都有它的那个特别的含义 雕工非常精美 这个我们可以在 大事后再慢慢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铁门上这个啊 你看这个铁门也是 上面有一个商标 这个当时也是从那个外国进口的 然后呢 这上面还用了几千枚的这个老钉 钉成了吉祥的图案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再看 来先到家里来一会儿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先是我们家这里有个院子 这个左边这边呢是我们家的政厅 它有那个两百多年的历史 是清朝家庆十九年建的 然后这一边呢这个偏厅 它是民国 民国初年就扩建的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 上面的这些玻璃 这个玻璃是从当年在德国定做的手工磨砂玻璃 你在别的非洲民居啊 那个是绝对看不到的啊 这个到我们家里来的人也很多 而且它这个很薄 只有两毫米厚 哦 只有两毫米 对 只有两毫米厚 你看一边 有的一边这个有凹脱感啊 那你比如说呢 像这个它就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种那个 现在都很少有的工业 就几乎是失传了 上面雕的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这种花卉 哦 你这种玻璃的话 其实在晖州其他的民居当中 也是看不到的 对 其他的地方你们是看不到的 非常有特色 对 这个是 然后这里呢雕刻的是西湖 这个雕刻的是西湖的景致 就以前都说呢 对 上有天堂 下有书堂 这个就是雕在家里啊 给老人 老人在家里啊 那个不出家门 也可以就欣赏到西湖的景致 这里呢有一个油郎啊 油郎是圆形的 代表的是花好月圆的意思 对 这个代表的是花好月圆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正厅 正厅呢 它是建于清代嘉庆十九年 那个唐云叫淮德唐 所有的这个正厅的主要的墨构件啊 都是用银杏墨件的 那大家都知道银杏它是那个植物的活化石 然后那个房子上呢 雕刻有这个防绳 这个倒挂的狮子 狮子呢是只有在那个当官的人家才可以雕刻啊 就是这个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叫防绳 同时我们家这个窗子上啊 这个上面也雕了小狮子 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 在贵州这一边 啊 然后那个雕刻的狮子 这个些雕刻呢也都很精美 包括这个窗土板部分 这里有雕刻的琴琴琴琴书画 当时祖上雕刻这个呢 就是希望我们子孙后代能够琴琴书画 样样精通啊 游学故事啊 再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这是一个文物 写的是赤祿 就是当时的那个嘉庆皇帝 赤给我们家祖先的 啊 这个当时也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 啊 好 到我们家楼上二楼来看一下啊 这个呢 我们家这个二楼啊 都没有怎么把它改建过的 就还是保持原来的那个原样 以前呢 二楼就是给那个男孩子住的 就男孩子结婚之前一般都住在二楼 但是 灰州的男孩子嘛 大部分都会出去经商或者学徒 或者读书 就 对 其实他住的比较少 那个最有特色呢 是这个位置 这个呢 就是以前灰州是每户人家都有的 的那个就是祖宗的看位 但是我们家这个呢 跟一般人家不同的是 我们家供奉的是天地君卿师位 那个祖宗牌位是放在两边的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幅那个壁画 这个壁画呢 他这个描绘的是那个 卢士道三教合一的 这个也是体现我们灰州这边的一个那个 就宗教文化啊 一个包包纳 这个花多长时间呢 这个这个也有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啊 这个有两百多年 现在大姐呢 请我喝茶啊 喝茶 还有吃糕点 这也是我们灰州啊 传统的一个风俗 我想问一下 大姐啊 你现在在家里啊 过的是什么样一个生活呢 那现在在家里啊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种农村的生活 每天早上 日出而作吧 到那个菜园里 因为我们自己还 也都还种菜呀 就然后也还要种田 就基本上自给自足嘛 嗯 然后因为我们家本身嘛 也有很多人来参观 包括有许多那个国外的朋友都会来 那我呢 也比较乐于分享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我们灰州的传统的民俗啊 比如说这个就是叫灰州茶点 叫西格紫茶 西格就是用这个西做的 一层一层的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还有就跟他们了解一些 我们我所知道的一些 灰州的典故啊 再呢 就是每天打理打理我的房子 然后我们家嘛 就是没有经过改建过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房子 把它打理好 再把它保护传承好 这样呢 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样的话 那个 这个以后的朋友到我们家来吧 就可以看到这种原汁原味的 而且能够保存得 保护的最好的 就是灰州精华的这个建筑 希望以后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南平 �冰灵格来喝茶 吃茶点 吃茶点 我们来喝茶 吃茶点 吃茶点 做菜 吃茶点 茶叉点